记者张勋腾苗栗报道,苗栗县通宵镇重要灌溉水镇被水窝吸, 溪水出现墨黑色,导致于群暴毙,衍生恶臭, 地方人士质疑溪水遭污染。 苗栗县议员周玉满今天会同苗栗县政府环保局人员前往采样化验, 初步研判事情于工程夷将河中杂草推入水中, 导致发酵,造成水质有氧化酿祸通宵镇浮原。 福龙李民21日发现被试窝吸水质变墨黑色, 鱼群死亡,引发恶臭,被污染核断约有1、2公里, 居民胆心影响灌溉水源,而向周玉满陈晴,苗栗县环保局当天聚报抵达时, 以天色昏暗,无法作溪水取养。 周玉满今天会同环保局稽查人员、福源、福龙李长及地方居民前往采样带回化验, 环保局人员初步研判,怀疑请于工程施工过程将河中杂草推入水中, 导致发酵、治水质优氧化,引发于群死亡和河水恶臭。 周玉满指出,将待检验结果出炉, 若真未请于工程造成生态危害,将要求相关单位检讨施工工法,并做出改善, 还给民众一个安全无余和前进的环境通宵镇公所指出, 北市沃西因有三处造成泛滥, 所以向行政院农累汇水土保持局争取经费清淤。 至于北市沃西水污染案,将静带水质检验结果,若是施工工法不当,将请包商注意改善。